樱桃是一种美味且营养丰富的水果 而其含有的一些成分可能对缓解便秘有益 以下是一些可能解释樱桃如何有助于缓解便秘的理由 1.膳食纤维含量高 樱桃富含膳食纤维,特别是非溶性纤维 非溶性纤维在消化过程中不被身体吸收 而是吸水膨胀,增加肠道内容物的体积 促进蠕动,从而促进肠道正常的排便 2.天然的水分含量 樱桃含有高水分 这对于保持身体水分平衡并促进肠道的顺畅运作是重要的 足够的水分可软化粪便,使其更容易通过肠道 3.天然果糖和糖醇 樱桃中含有天然的果糖和糖醇 这些成分具有轻微的辅助排便作用 它们可以吸引水分进入肠道 增加粪便体积,从而减缓粪便通过肠道的速度 有助于更加容易的排便 4.抗氧化物质 樱桃还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例如维生素C和花青素 这些抗氧化物质可能有助于维持肠道的健康 减少炎症,进而促进正常的肠道功能 然而,在这个追求健康的道路上 便秘问题往往源于多方面的因素 在现代生活中,快节奏和精神压力 可能导致身体循环系统的新陈代谢受损 气血,内脏功能的运行不顺畅 甚至缺乏氧气供应,体内的阴阳不平衡 进而导致排泄困难 无论是从饮食调理还是精神修养方面来看 都需要身体达到身心灵的健康为目的 才能真正地活出健康 上天赋予了人类疗愈便秘和身心潜在性的天然力量 如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和食物 我们应当善加利用 大家可以查看本频道中的播放列表栏目 playlists了解更多 或者点开以下文字区的链接 因此,除了单纯的饮食调理之外 我们还应该多参与体育运动 以及精神上的放松和保健 通过冥想、静坐和学习抒情及画画等等养心安神的方法 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平衡 乐观快乐的心态有助于良好的气血运行 更好的帮助消化、促进排便 当我们以最佳的心态应对外界的压力和挑战时 焦虑和困扰也会相应减少 健康的精神状态是拥有健康身体的基石 将古人的全方位养生之道融入到现实生活中 因此,从养生的根本上助手 祝愿大家活出健康自然美